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少爷 这 原来是江青柳江盟主 怎么一个人出去散步 怎么不见你那美貌的娇娘呢 多谢百里伯伯的关心 青柳的家事 就不劳烦伯伯操心了 你好大的胆子 我们还是按照之前约定的 谁先抓住伯爷警刑 谁就是新的武林盟主 所以各位 请回吧 恕不远送你 眉魂 眉魂小乖乖 听说你会叫妈妈啦 来来来 快给妈妈叫一个 眉魂 眉魂我是爸爸 你看 妈妈回来了 妈妈没有不要你哦 你别胡说八道 让小娃娃听见了 她还小呢 她什么都听不懂 谁说的 本尊的小娃娃绝对绝顶聪明 好好好 你说的啊 都对 咱们的小娃娃最聪明了 你可别套近黄 本尊还没有对你解除紧接线呢 少爷 我先带小少爷回去睡觉了 好 来 来来来 好了 乖 你走 睡觉去了 乖乖地睡觉啊 小心 来 慢点 回去睡觉喽 小景啊 你说 咱们要是正常的夫妻 那多好啊 每天啊 我们吃着粗茶淡饭 过着最简单的生活 带着我们的孩子 就咱们三个人 像我们浪迹天涯的时候那样 你这个小娃娃 又在胡说八道些什么 那个时候啊 真的是我江青柳 这一生最幸福的时候 小娃娃 你知道吗 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都有自己的使命 而你呢 就是要做一个武林盟主 匡扶正义 那你呢 你的使命是什么呢 本尊就是来游戏人间的 跟你们这些 凡人可不一样 你撒谎 好 来人 给本尊准备洗澡水 本尊好几天没洗澡了 小景 不许偷看啊 你要的药材我都给你带来了 从这些药材的剂量上来看 薄爷锦馨的身体 应该支撑不了太久 你有什么打算吗 禁人时 听天命 大不了 再回我的沧云岛 与山为林 与海为伴 也挺好 若是我不想让你走呢 我是说 如果我们两个人可以一起携手 一起云幽四海也好 治病救人也罢 一起过着神仙眷侣般的生活 也未尝不好啊 伤心姑娘美意 老夫心灵了 只不过 我看遍人间事 已然心如止水 你看那些花啊 明知花会死 又何必种花 保重 大侄女 是我失礼了 我希望有生之年 我希望有生之年 还可以在山上遇到那个 偷铁皮石狐的人 我希望有自己幸福 好 本尊的使命 大概都已经完成了吧 小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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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她的身体 现在经不起任何的折腾 以前只需一日两顿的胭脂完 为了保存体力 现在的她 也只能是越吃越多 翠雪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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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 夫人怎么了 快 去找苦莲子 快 是 小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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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了 醒了 小景 谷主 你怎么来了 听说你又晕倒了 我看我还是得看着你 本尊有什么好看的 我力大如牛 小景 小景 你还逞强 那你身上 带那么多胭脂完干嘛 还力大如牛 古神医啊 小景的身体 本尊好得很 是不是啊 古神医 是吧 就是嘛 我的身体 我还不知道 你还不知道 好 那你告诉我 你昨天是怎么晕在澡盆里的 你居然敢偷看我 这不是重点好吗 要不是因为我 你现在还泡在里面呢 好像是稀罕看似的 江少爷 恐怕你还得去药房 跟他们说一声 让他们多做一些滑路来 越多越好 好 我这就去 你 什么都不用多说了 我知道 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海阴谷的血仇已爆 我现在 也只剩下 唯一的一个牵挂了 如果这个心愿也能了 那我就死而无憾了 不行 我坚决不允许你这么做 我必须这么做 这是我最后的心愿 你一定要帮我 求你了 苦莲子 这是我求你的 最后一件事情了 已经吩咐下去了 但是药房的人手啊 不太够 花路啊 要明天才能到 小娃娃 你是不是 还忘了一件事情 什么事啊 你的武功还没有恢复呢 我的武功 已经够了 江颖天死了 没人管你了是吧 今晚 运功 最后一次 这次运功之后 你的内力就完全恢复了 小景 干什么 你想过没有 白天说的事 什么事啊 咱们两个 远离武林纷争 远离世俗矛盾的事 没想过 我知道你口是心非 我才没有 小景 你知道我这个人特别胆小 从小到大都这样 从来不敢做任何叛逆的事情 多少双眼睛盯着我 我不敢辜负他们的期待 当然啊 还有很多人等着看我的笑话 直到碰到你 你是那样一个人 天不怕地不怕 我有时候特后悔 当初没在地牢里杀了你 但命运 真可笑啊 你说是不是 偏偏只有你能改变我 遇见了你 我变了好多 这都是因为你 你别说了 你听我说完 我现在已经不是从前的那个江青流浪 我现在愿意为了你 放弃所有的东西 愿意不惧怕武林的世俗 我想永远地和你在一起 我想永远地和你在一起 你愿意吗 不愿意 我今天来就是告诉你 今天预完功之后 我们就再也没有关系了 从此我们互不相见 再也没有什么命运时安 你什么意思 从明天开始 你就是武林盟主江青流 你最大的任务 就是杀了我 薄爷锦兴 不行 我不同意 这件事情 容不得你同不同意 请看一下 是啊 二位 请看一下 二位 请看看 武林盟主江青流要挑战薄爷锦兴 薄爷锦兴这个是 杀人如麻的大老师抓到了 没抓到 这可是赤裸裸的挑衅 这下可有好戏看了 真的有好戏看喽 他们什么时候走的 不太清楚 但凭少夫人的功夫 想走的不留痕迹 也不是什么难事 少爷 还有 怎么了 我才会掌握你 本人江青流将于三日之后 在寒英谷挑战薄爷锦兴 欢迎江湖亲友前来观看 这什么鬼啊 我什么时候发过这样的告示 可是江湖上 还有谁敢用您的名号去造谣啊 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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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 又怎么了 少夫人 伯爷警行回了告示 他说他接受你的挑战 你真的想好了 明天的胭脂丸还够吗 胭脂丸 我 苦怜慈 你给我笑一个 真丑 现在胭脂丸已经解决不了问题了 真的不再考虑考虑 不就是跟小娃娃比个五吗 有什么可考虑的 没什么大不了的 那你保重吧 放心 命大 死不了 我没有 死不了 这个人年纪大了 就容易多受善感 乖啊 你是跟姜妹婚一样大吗 我想通了 既然我不能阻止你 无论你做什么决定 我都支持你 苦莲子 谢谢你 一直以来 多谢谢你 谢谢你 本尊昨天先想出来一个方法 应该可以助你尽快养好经脉 若按照我这个方法行功 不出时日 你便可以恢复功力 你会有这么好心 你这个小娃娃 可真没有良心啊 你且一关 我看看 这 姑且一事吧 那我们走吧 快 快点啊 我告诉你 你把毛巾给我放下 老先生转过去 我警告你别跟我耍什么花招 江盟主 你觉得以我现在的处境 我能耍什么花招 你告诉我 你真的是薄爷锦兴 本尊行不更名 做不改姓 洗干净了 江家小娃娃 还是薄爷锦兴 江家小娃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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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小哥的装束很远远啊 是久华剑派的吧 正是我们 你们的掌门何应久可好 当年因为他在我面前放肆 我可是剁了他一只右手 还有你们什么大刀派 你们的名字起得也太搞笑了吧 还有什么武当 谁谁谁的手 好像都是我剁的 本尊真是替你们感到羞耻 自家门派的武功都还没有练好 就出来称门称派了 谁给你们的勇气啊 魔头 你听着 接着我天星剑门主 就能把你千当万剐 也报不了你杀我父亲之仇 天星剑 你这个名字起得可相当好啊 此乃狂妄凶残之人 我松河派与你施不两立 施不两立 施不两立 你太师傅 可没有你这么凶啊 当年他跪在我面前 求我饶他不死 要不 你也过来跟我比试两下 呸 要是输了呢 也不可耻 只能说明你松河派 仍如往昔罢了 说什么 小心 连个区区小药丸都避不开 还撑什么剑什么派的 你们要给我 我还告诉你们 你们说的 我都认 怎么着 谁敢出来单挑啊 声音比驴大 胆子比猫小 好了 别弄了 再命 江家小娃娃 你不是要挑战我吗 今日 就让我领教一下 你们江家九分剑法的真材十学 还真痛 你下的告示 不会是闹着玩的吧 当然不是 那就来吧 有点儿意思 自打我十四岁行走江湖开始 伯爷爷就告诉我 你伯爷警醒 是我江青流的杀父仇人 而且还是 还是你从小到大的师父 大好人 对不起 夫妻对拜 ang 我才是今天的新娘 好 真 真情略你要干嘛 我 我 那个 我想你了 我将军里又有孩子了 小警儿 这是咱们的孩子 咱们都没还 来 救妈妈 小警 你没事吧 江青流 您给我用尽全力 小警 这只是一场比武 这不是 你早应该明白我什么意思的 你知道你说这话意味着什么吗 本尊还轮不到你这个小娃娃来教训我 小警 咱们走吧 离开这里 去过我们自己想过的生活 不可能 不可能的江青流 你看看后面 他们都在看着你 都在等着你 你不能让他们失望 可我为什么不能 你难道忍心看着天下百姓 都露入百里天雄那个老贼手里吗 我 我 晚禅说过 你不是一个人的江青流 你是天下百姓的江青流 你今天要是打不赢我 我一辈子都看不起你 永远远远都看不起你 我说 见一天那个老贼 还有蓝山坑 创花蝶 靳元秋 没家娃娃 公家娃娃 还有没魂 都看不起你 啊 你 你 你没有尽全力 可我只有这一招了 那我来 有情 你在干吗 你下不了手 那就让我来 你成长何必呢 这九分前发最后一招 叫什么 傻小子 你不记得了 这最后一招 叫原浅 你明知道我没有那样的内力的 这不重要 现在所有人都知道你有 你这又是何必呢 五里某柱 又是你的了 正好 你知道我不在乎的 我在乎 五里某柱 是你的使命 而我的使命 已经完成了 不不 小姐 你不用死 不用你救我 救我活的 你看他 我都在看 大大大 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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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有什么话想要带给你活 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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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在招开远路见天日 我也进行 你当夺死报 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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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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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盟主 今日怎么这么有心 来老夫这儿坐上一坐 你不是刚当上武林盟主吗 怎么也不摆个宴席什么的 我想 今天过来找你求证一个问题 你问吧 我手上的刀丝 是不是有问题 很明显 被谷主断了一截 所以 他是抱着必死的决心来和我决斗的 对不对 他就是去死的 为什么 我本以为你们在一起这么久了 你应该懂的 我不懂他 我一直都不懂他的 是 其实这么多年 我们谷主什么苦没吃过 什么样的人没见过 你看他整天不正经 什么都不在乎 一副天下无敌的模样 但是无敌真的就那么幸福 他一直靠着一口气撑着 为了师门一案 案子一了 他也就解脱了 其实他本可以不用这么极端 他完完全全可以过正常老百姓的生活 但是他爱上了你 只有牺牲他才能保住你 可我 可我不在乎护灵萌主的 你不在乎 这是我们谷主拿命换回来的 你不在乎 你现在的地位 老百姓的安宁 你要是不在乎 你就是辜负了我们谷主 对你的所有期望 那 小女他也没有留下什么东西给我 我 我们谷主是那么矫情的人吗 一点念想都不留吗 真符合他的风格 好 清流啊 你是不是忘了 你还有个儿子了 没魂 就是谷主 给你留下的最好的礼物 我 你没想到 先保识你 我 我 还不想到 你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了 咱们应该给咱们的小娃娃起个名字 这个 你来吧 偷来李蕊 三分白 借得梅花二里魂 这样 要是女娃娃 咱们就给她取名叫李蕊 如果是男孩 取名叫梅魂怎么样 梅魂 动了 好好好 你说什么便是了 梅魂啊 你呢 要快快长大了 爸爸妈妈 为你吃了不少苦啊 哎呀 好啦 你就别矫情了 这可是我的小娃娃 我的小娃娃 一定一出生 就会舞剑 哎呀 打住啊 你不能这样胎教 她也是我的孩子 胎教 我们这胎教还不够意思啊 有几个婴儿在她娘肚子里面的时候 就跟着父母去降妖除魔了 降妖除魔 这个词就不能这样用 应该叫 匡扶正义 对吧 梅魂 好 匡扶正义 你开心就好 好 制作者 杀 梅魂 我的剑已经练得很好了 快来读书 别练了 我数三生 三 二 一 你小子要是再这样 明天答应带你去住剑的日子 取消 好爹爹 梅魂念书 明天咱们去住心见 乖 让我考考你 来 这个字念什么 这个字太难了 先生还没有教到 少少爷 这字咱们可都是教了两个月了 我说怎么忘了呢 原来是教的时间太长了 江梅魂 你 爹爹 我真的不适合念书 您就让我去练剑吧 我练剑练得可好了 九分剑法我都练到第二层了 不信 你看 你 果然是小景的孩子 如此不可教义 别叫我爹 好吧 大侄子 我要继续练剑了 蒙主 下外传来修行 有人自称是伯爷锦刑 你根骨不错 但学得不经苦 有胡说 你看 天下武功 为快不破 重要的 是流畅和连贯 心走风龙 一尘几夕 气尘丹田 如心如润 如影随行 生动击夕 斗转星移 飞沙走石 飞 难得有休息 你们俩就不用跟着我了 明后天还有印章要打 赶紧回去休息吧 我一个人走走 可能有故人在此 请问 请问 这里是不是有位叫博爷锦刑的前辈 在下陈碧山庄 姜梅魂 老头子快出来 有贵客 你是 姜梅魂 这位前辈 令尊最近可好 家父年初 依然先去了 寒莲 既爱 家父临走前 终日反复提及博爷锦刑 我才知道 我的母亲锦是真名 她还曾 曾说家母在附近有过踪迹 所以我特意参军 来此地住手 请问 此处有哪位 是博爷锦刑前辈吗 你所找之人 从未到过塞外 他托夫君师父相告 命夫君以其名义行纵 以免故人伤患 那前辈是 在下伯爷 谨行御用一事 首席弟子水鬼交 这位是我的夫人 善婉禅 善婉禅